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特别提到 现代化道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掉队 所以您对非洲现代化的愿景 和未来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期待 在中间的关系 与似乎的关系 与似乎的关系 我们认为是一种方式 向上的最强的方式 甚至最强的 把手指向上 让我们一起走 而不再有一个人 而不再留意 我认为是一种围组的关系 非常重要 一提示 给我们所谓的 现在的东西 已经是亚洲和中国 所谓的东西 说到现代化 您认为西方的现代化进程 与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 关于西方的现代化 这种现代化 在一种不同的现代化 这种现代化 我们可以说 这种现代化 我们说是在血和其他人的血 在一种不同的现代化 在一种不同的现代化 和经典和经典的经典 我们来到中国的第一次来到1964 我们是2024 我们看到了一些超约的发展 成为中国人的主义 以来的主义 有些超约的发展 但是在它的性靈性和合作的靈性和合作予和其他人在世界上 ,在中国成立了很大一种展示的练习的性格 我相信它是很新的性格 和在整个练习的练习